朱棣攻入南京后,为何第一件事是杀进宫中女眷,而不是登基称帝,明朝万历皇帝朱棣,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了皇位,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,尽管朱棣谋权篡位有万般的理由,但是他依然成了乱臣贼子的典型,而且他这个人杀人连眼睛都不眨,世人都说朱元璋冷血无情。 他这个儿子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,朱元璋诛杀功臣,好歹还有个正经理由,而朱棣攻入建文帝的皇宫后,将后宫女眷全部杀死,无疑幸免,朱棣能给出什么正义的理由呢?当时朱棣攻入南京后,都来不及宣布称帝,他为何要这样做?欢迎订阅纵观千秋,与我们一起追寻历史的足迹。 三十年安定,四年干戈,朱元璋赶走达达,开创了大明朝,他在位三十年,保了天下三十年的太平,但是朱元璋一死,他的儿子们可就坐不住了。 由于大哥朱镖死得早,朱元璋的儿子们对于皇位是垂涎已久,都想当大明朝的皇上,但是朱元璋却偏偏看不上自己这群儿子,执意将皇位传给了朱镖的儿子朱允文,朱元璋的儿子们忌惮父亲的威严,不敢公开对此事表示反对。 但是他们心里没一个福气的,朱允文也挺难的,当了皇上之后,还要每天担心这些叔叔,在朱元璋的这些儿子中就属老四自有反心。 之前朱元璋还在世的时候,朱棣便已经有了造反之心,朱元璋当即便要杀了他,幸好马皇后拦住了朱元璋,朱得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 朱元璋也知道自己这个四儿子有能耐,所以对他格外重视,不仅为朱棣选了徐达的女儿做妻子,还让他去镇守了最重要的顺天府,朱棣处处都在学习朱元璋,但是朱元璋却不希望他这么做。 因此,朱元璋故意针对朱棣,无论朱棣做了什么,朱元璋都不满意,就是为了让朱棣多动动脑子,但是很明显,朱棣没明白父亲的苦心,朱镖还在的时候,兄弟们, 还算是和睦,毕竟有朱镖在,没人能夺走这位嫡长子的皇位,而且朱镖对这些弟弟们很好,弟弟也都服气,但是朱镖一死,打乱了朱元璋的所有计划,最后朱元璋只能靠朱允文继承皇位,尽管朱允文还不够成熟,但是朱元璋也只能如此了,朱元璋不想让天下再发生战争,因此他不能选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。 在敌长子朱镖死后,朱元璋选择任何一个儿子都会引起其他儿子的不满,从而产生动乱,于是朱元璋剑走偏锋。 直接让自己的孙子当了皇帝,只要朱允文这个皇帝认真一些,这些叔叔们就会互相牵制,导致谁也不能出兵,就能免去这场灾难。 朱元璋这个算盘打得挺好,但是很可惜,朱允文当了皇帝之后并没有让叔叔们满意,或者说是他又退了叔叔们一把。 朱元璋在去世之前曾经告诫过朱允文,对待叔叔们小心一些,在对他们出手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,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 而且朱元璋还留下了遗诏,他去世之后,不允许各地藩王进京来祭奠,他就是担心有人会借着这个机会对朱允文不利。 所以才不允许儿子们来见自己最后一面,朱元璋为了大明王朝的稳定,也是付出了很多,尽管朱元璋给自己的好皇孙铺好了路,但是朱允文还没学会走,他就要开始飞了,就算再好的路,朱允文也得摔跤,朱允文也知道,自己当了皇帝之后,最大的威胁便是自己的叔叔们。 但是他对待叔叔们的方式,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要求来,原本朱元璋是要让朱允文先安抚,安抚不成就警告,警告不成再动手,但是在齐太和皇子成的建议下,朱允文第一步就选择了动手。 在朱元璋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朱允文已经废掉了好几位叔叔的爵位,并且还对他们动了大刑,朱允文的行为让这些藩王们胆战心惊,生怕哪天就轮到自己了,而此时早就有谋反之心的朱帝反而缩了起来,装作生病,不见任何人,但是朱帝可并不是真的病了。 他一直在暗中安排谋反的事,一边抓紧练兵,一边寻找帮手,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,朱帝做的这些事情,终究还是被朱允文发现了,朱允文已经掌握了朱帝密谋造反的罪证,于是派人前来暗杀朱帝。 到了这个份上,朱帝也不装了,直接就打出了靖南的牌子,以清军策为幌子,走上了自己的造反之路,杀进宫中女,使得安心。 靖南之意历经四年,朱帝获得了最终的胜利,尽管朱帝的皇位来得十分不光彩,但是他最终还是坐上了皇位,朱允文在皇宫内放了一把大火,随后便消失不见了。 朱帝将南京城翻了个底朝天,也没有找到失踪的建文帝,这令朱帝十分紧张,从古至今,每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都要抓住敌方的皇帝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 但是朱允文却直接消失不见,这令朱帝的心里十分慌乱,他甚至来不及坐上龙椅,便下令将后宫之内的所有女子全部杀掉。 一个也不留,从朱帝的行为便能看出,他此事有多么慌张,朱帝到底为什么要杀掉宫中的女子,其原因有四条,首先,朱帝担心建文帝还在宫中,根本没有逃出去,只不过他伪装成了宫里的女子,骗过了人们的眼睛。 这件事其实也不难办,宫里那么多女子,朱帝也不可能一个个去查,而其他人又没有见过建文帝,要是建文帝把胡子一刮,再化个妆,穿上女装,很有可能蒙混过关,朱帝抱着宁可错杀一千,不能放过一个的心态,将所有人都给杀了。 二是担心宫中女子有朱允文的眼线,朱允文在皇宫里这么多年,还能没有几个信任的宫女,打出声就生活在皇宫里的朱允文,肯定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,而他们必然会对皇宫里的朱帝心怀恨意。 如果继续让他们生活在皇宫里,指不定什么时候给朱帝捅刀子,如果朱允文没有死,而且对朱帝心怀恨意,那么皇宫里的这些宫女就是朱允文最好的帮手,朱帝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吓人的眼里,朱允文可以通过他们掌握朱帝的情报,因此,朱允文的生死存亡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数。 也不能怪朱帝对朱允文太过于执着,以至于后来正和下西洋,首要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,朱允文的生死,对于朱帝来说,一直是一块心病,而杀掉皇宫里的这些宫女,也只是朱帝缓解自己疑心病症状的一种方式而已,虽然代价可能是几千条人命,三是担心宫中的妃子怀了朱允文的孩子。 朱元璋去世的那一年,朱允文已经二十岁了,按照古人的习俗,朱允文十六岁就该成亲了,而朱帝攻入南京的这一年,已经二十四岁的朱允文可能有了属于他的孩子。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,宫女们给朱允文留下后人的概率也很大,而且朱允文不是朱帝,他平日里身边这么多妃子,不可能像朱帝一样,只认徐妙云一人,但是朱帝又不可能明着寻找朱允文的后人。 本来他这个皇位来路就不正,而且朱帝的口号也只是清军策,他本来的计划应该是杀掉朱允文的亲信大臣,然后逼着朱允文善让,然后合法地得到皇位,但是没想到朱允文是个硬汉,宁愿把皇宫烧了,自己逃走,也不愿向自己四叔投降。 而如今朱帝要是还追查朱允文的后人,这不就摆明了要让朱镖一脉断子绝孙吗?这个罪名可能比他的清军策行为更让人厌恶。 而且这种行为也很容易落下把柄,如今朱帝刚刚进城,根基不稳,没准哪个兄弟就以此为理由打上门来了,而且这个理由比朱帝的清军策好多了,因此朱帝如果不想要被人落下口时, 那必然要除掉将来的威胁,将所有可能与朱允文有关的宫女全部杀掉,以绝后患,行为有点残忍。 但是对经历过战场的朱家人来说,也能接受,四是担心这些宫女到处乱说,如果朱帝不杀了她们,这些宫女会怎样呢? 朱帝暂时不可能留在南京皇宫里住宿,他怕半夜里看见爹娘。 而且南京皇宫还被烧坏了很多,为了这些宫女的安放,再把皇宫修好也有点不值,因此对这些宫女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遣散。 那有人说了,就不能把这些宫女带回自己家里吗?之前干这种事的皇帝也不少啊,但是老朱家的人主打一个专情,朱元璋这辈子就喜欢马皇后,虽然后边又娶了几个,但也是为了传宗接代,没有什么感情,朱帝也是如此,这辈子就要徐妙云,眼里根本没别人。 因此,对待这些宫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遣散回家,但是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。 这些宫女回家之后,难免不会对朱帝有抱怨,难免不会添油加醋,传一些谣言,这种事往轻了说叫传闲话,往重了说叫动摇国本,朱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 朱帝德国不正,不仅朱允文没找到,还成了众矢之地,他心里十分紧张与焦躁,为了杜绝一切失败的可能,这些与朱允文有关系或者可能有关系的人都得没。